因为疫情收入锐减 病痛也在此时加重 温潭先生患有多种疾病 体落无力 年初时还能够自己来领取补助金 两个月后已经出不了门 维持生计的计程车 已经停在家门口两年 太太扛起了经济的重担 但庞大的医药费早就付不出来 刺激将他们列为长期照顾护 但两个星期后就收到先生 肾衰竭往生的消息 职工一路陪伴直到最后一程 尼空同样饱受病痛的折磨 发现自己罹患癌症 需要动手术 刺激立即补助费用 顺利完成治疗 我们认为刺激 计程车司机身火包纾困发放 看见了更需要援助的暗角 及时送上温暖的光 一同等待疫情过后 大爱新闻昆大 斯赫拉 桑瑞莲 泰国报道